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话 我们将通过考古 照片和现场视频来一探究竟 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从史前到春秋战国 龙的形象不像后世那么复杂 最明显的形象特征就是身形四蛇 而且还有灵力 因此有人提出 如果古人真的见过龙 那么龙应该就是目前未知的蛇形生物 也许有人会问 既然如此 为何古人不直接崇拜蛇呢 对于这个问题 不明生物研究员瓦蒂姆·阿尔斯基提出 龙和普通蛇不同 他有四只 并且能够飞天遁地 这是地球所有的蛇形生物都不可能有的能力 因此它很可能是远古时期外星人带来的合成生物 为了印证瓦蒂姆的猜想 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不论在东亚 南美洲 甚至北欧 非洲都有关于龙的传说 虽然称呼不同 但都是蛇身 长嘴 有四只 并且会飞 就连圣经也提到 早期的蛇是有四只 并且有智慧的生物 另外 这些地区的人都把龙出没的时间设定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 到了大约公元前4000年 除了东亚以外 其他地方再也没有了关于龙的传说 远古时期 东西方相互闭塞 完全没有信息交流 为什么两地的传说对于龙的特征以及出没时间 都会有如此高的相似性呢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当然 上述的传说都很零碎 没有解释为什么龙会出现在地球上 又为何消失 非洲的多贡部落有关龙的传说 就很好地解释了龙来到地球的前因后果 在多贡部落的传说中 地球上最早的人类来自天狼星的诺墨人 诺墨人带着一种躯干和蛇一样 并且会飞的生物来到了地球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生物在地球上大量死亡 到今天已经看不到这种生物 不少学者指出 这里所说的生物就是指中国人传说中的龙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 我们可以得出 在远古时期 地球上很可能出现过一种大型的外星生物 那就是龙 这些龙伴随着远古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很长时间 至于它们为什么能够飞起来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微信公众号 输入飞龙 就可以知道科学家给出的答案 到了大约5000年前 地球的含氧量出现了变化 这些大型生物难以适应地球的气候 因此大量死亡 到了人类全面进入文明时代 这些生物几乎绝迹 当然以上种种的研究和猜想 都不足以让人信服龙的存在 毕竟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的龙 甚至连龙骨都没有发现 然而近代以来 还真有人拍到了龙的照片 甚至还有人收藏了龙的标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想知道现实的龙是怎么样的 就请先订阅我们 转发视频 添加节目客服 还可参与讨论更多未解之谜 现在 诡异 继续 一百多年来 中国和日本都有人发现了所谓的龙 甚至还有人拿到了所谓龙的标本 真正是有图有实物 轮不到你不幸 根据《圣经时报》的报道 1934年 中国营口出现了一条死去的龙 随后 龙骨照片被大肆刊登在报纸上 全国为之震惊 可惜的是 随着苏联对日宣战 这些龙骨在战乱中不知所踪 那么 营口所谓的龙骨 究竟是一种未知生物 亦或是一种被误解的远古生物呢 惊人不得知 然而 有日本人提出 其实更早的时候 日本人就收藏了一条真龙 根据日本中外新闻的报道 明治四年 公元1871年 有一个日本商人 从中国林波人手里 买了一条死去的小龙 后来 这条小龙被辗转到了一个叫藤兵卫的旧藩士手里 藤兵卫想到 龙乃驱魔之物 不可随意亵渎 便把龙做成标本 然后献给了瑞龙寺 一座祭祀之用 直到今天 这个珍贵的龙标本 还被完好的保存在大阪的瑞龙寺 有机会去大阪的朋友 不妨去瑞龙寺一探究竟 不少人好奇 所谓的龙标本到底是不是真的 此前有专家组想拿来研究 可是 寺里的人怕标本被破坏 拒绝了科学家的请求 所以迄今为止 我们也不知道真相 也许有人会说 所谓的龙标本 不过是瑞龙寺 为了旅游营销采用的手段而已 但是在日本 寺庙属于宗教单位 其收入主要来自捐款 并不依靠旅游 游客多了 迫害寺庙亲近 反而是寺庙最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所以瑞龙寺没必要炒作龙标本 这个龙标本就这么被静静收藏在瑞龙寺 吸引着无数人好奇的目光 如果上述的证据 还不足以让你信服龙的存在 那么近年来 电视台发布的龙出没的视频 不知道会让你做何感想 想收看视频内容 添加节目客服即可 如果想了解更多怪力奇谈 就请订阅我们 转发视频 你们的支持 才是我们下一周 回忆继续的 动力